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进气气管调节阀性能组二是什么意思 这是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通常适用于OBDR车辆 车辆制造商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土星、路虎、保时捷、沃克斯豪尔、稻奇、克莱斯勒、马自达、三菱、雪佛兰、本田、AC哥、五十菱、福特等 ECM发动机控制模块负责监控监视和调整车辆运行中涉及的众多传感器和系统 更不用说检测所述系统和电路内的故障 您的ECM负责监控并与所需值关联的系统之一是进气气管调节阀 我听说过这些名字较很多但在维修界经常会出现挡板阀的情况 进气气管调节阀具有多种可能的用途以帮助提高发动机的性能和驾驶性能 一种是调节进气室之间的压力 另一种可能是将进气重定向到另一组进气流道或组合进气道 以改变流量并可能改变发动机的性能 无论如何根据我的经验气门本身主要是塑料制成的 因此您可以想象到一些可能的故障以及发动机舱内温度过高的情况 P065F是识别为进气气管调节阀性能组2的故障代码 这是性能故障 已由ECM在组2上识别 PiNo.2是不包含No.1气缸的发动机侧 进气气管调节阀发生机械故障或电气故障均可触发此代码 如果您位于极端寒冷的天气中 可能会导致阀门故障 并且无法按照ECM的要求流畅的旋转 GM进气气管微调阀 此DTC的严重程度是多少 根据与您的情况相关的实际问题 可能从无所顾虑到相当严重甚至可能损坏引擎内部的问题 处理诸如进气气管调节阀之类的机械零件时 应谨慎行事 这是一个好主意 有多余的零件进入发动机燃烧式的可能性 因此 如果您打算将其推迟到另一天 请记住这一点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 P065F诊断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 发动机性能差发动机舱发出响亮的咔哒声 燃油经济性降低可能在启动时失火 发动机功率降低功率范围改变冷启动问题 导致该代码出现的常见原因有哪些 造成此P065F发动机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 进气气管调节器调整阀损坏气门零件 损坏粘制气门及冷接线问题 例如磨损 破裂 腐蚀等 电连接器损坏 ECM问题 气门污染P065F诊断和诊断故障排除步骤 故障排除过程中任何故障的第一步 是研究技术服务公告TSB 以了解特定车辆的已知问题 高级诊断步骤变得非常针对车辆 可能需要适当的高级设备和知识才能准确执行 我们在下面提供了基本步骤 但是请参考车辆年份 品牌 型号 动力总成特定的维修指南 以了解您车辆的具体步骤 基本步骤 Number 1 每当ECM激活DTC诊断故障代码 时 作为DIYER 清除所有代码以查看其是否立即恢复是一个好主意 如果不是 请长时间进行车辆试驾 以查看在几个工作周期后车辆是否再次启用 如果确实重新激活 请继续诊断活动代码 基本步骤二 首先 您需要找到进气气管调节阀 这可能很困难 因为它们通常更多地内部安装在进气气管本身中 话虽如此 阀门的连接器应该很容易拿到 所以要目视检查它 看是否有折断的突舌 融化的塑料等 以确保它能进行足够的电气连接 基本步骤三 根据OBDR代码读取器 扫描工具的功能 您可能可以通过它以电子方式操作阀门 如果找到此选项 则可能是确定阀门是否在其整个范围内运行的好方法 另外 如果您遇到进气引起的咔哒声 这将是确定进气气管调节阀是否对此造成影响的好方法 如果在使用扫描仪调整传感器时听到进气口发出异常咔哒声 则很可能存在阻塞或阀门本身因某种原因卡住了 此时 最好取下气门并对其进行物理检查 并检查进气气管内部是否有任何障碍物 如果没有障碍物并且存在卡搭声 则可以尝试更换阀门 这很可能是问题所在 请记住 在某些情况下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请事先进行研究 以免因没有正确的零件 工具等而陷入困境 注意 在对车辆进行任何修理或诊断之前 请始终参考制造商的技术数据 点 基本步骤No.4 确保不要忘记检查调节阀所涉及的线数 这些线数可穿过发动机零件和其他高温区域 更不用说与发动机振动有关的潜在擦伤 列文 基本步骤5 如果您尝试了其他所有方法 请查看一下ECM发动机控制模块 尤其是当多个不相关的代码当前处于活动状态 或断断续续地打开和关闭时 本文仅出于提供信息的目的 针对您特定车辆的技术数据和服务公告应始终优先 请查看